因為老師現在居隔的話就是要遠距教學 就造成那個現象是小朋友在教室看課 然後都沒有人在管理 那這個教團就說根本就沒有人權 他們不會找代課老師嗎 你整個政策配套都沒有做好 是要怎麼小朋友也跟病毒一起工作 他現在就是說整個政策矛盾 所謂政策矛盾是說 他現在學校停課的標準放寬了 所以本來應該停課的現在不停了 但是沒想到老師被匡列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學生就到了學校去了 因為學校現在不停課了 但老師很可能被匡列 而且老師可能教這一班 這邊教學生有問題 或老師的接觸沒有問題 老師可能就被限制了 但是一個老師可能不只教一班 那其他班怎麼辦呢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 他教育部長我剛剛聽他講說 他說學校現在要自己去找代課老師等等 學校那麼快 那突然就可以找到代課老師嗎 還是說找來的老師到底適不適合呢 如果找來是不適合 那你只是找一個老師來 他根本不會教 或是不知道怎麼教嘛 所以平常哪有那麼多代課老師 隨時給你stand by 隨時等你來徵招呢 所以這些都是問題 你都沒有想清楚啦 當你沒有想清楚問題就來了 陳時中自己說 說他估算台灣加拿會跟香港一樣 會有345萬人染疫 那如果345萬人染疫的話呢 那你就要去算了 我平均每天會有多少 對不對 然後最高峰的時候可能有多少 假如說我們平均每天3千5千 最高峰的時候可能有15萬或是10萬 那那個時候你怎麼辦 那個時候你的救護車夠不夠 你的防疫計程度夠不夠 你的醫院的設施夠不夠 你的快篩劑夠不夠 你的這個藥夠不夠 你的醫院的這個設施夠不夠 你通通不夠嘛 那就是說當你預測345萬 是陳時中預測的 當你預測345萬的時候 你後面跟進的配套到底夠不夠 都沒有嘛 這種代科老師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啊